预防美尼尔势症潜在可能性、食疗 美尼尔势症是一种内耳失衡的疾病 通常表现为暂时性的晕眩、耳鸣和听力丧失 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方法可以完全预防美尼尔势症的发生 但一些饮食和生活习惯可能有助于减少症状的发作频率和严重程度 以下是一些建议的食疗方法 1. 低纳饮食 高纳摄入可能导致体内水分浓度不平衡 影响内耳的功能 建议选择低纳饮食 限制高纳食物如加工食品 咸味零食和罐头食品 2. 适量水分摄取 确保足够的水分摄取 有助于维持体内的水分平衡 减少内耳可能出现的不稳定情况 3. 避免咖啡因和酒精 咖啡因和酒精可能对内耳的功能造成不良影响 因此减少或避免摄取这些刺激物质可能有助于减少症状的发作 4. 均衡饮食 选择均衡的饮食包括足够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特别是B足维生素和鎂 有助于维持神经系统和内耳的健康 5. 适当的水分摄取 确保足够的水分摄取 有助于维持体内的水分平衡 减少内耳可能出现的不稳定情况 6. 减少饱和脂肪和胆固醇摄取 过多的饱和脂肪和胆固醇可能对循环系统造成不利影响 这可能与梅尼尔施症有关 选择低脂肪和低胆固醇的食物 如水果、蔬菜、群骨物和瘦肉 7. 管理压力 压力可能对症状的发作有影响 学习压力管理技巧 如深呼吸、冥想和瑜伽 有助于缓解压力对身体的不良影响 在追求健康的道路上 除了借助草本、食疗和运动等保健方法 我们知道真正的健康乃是身心灵的健康 将古代智慧的养生之道融入现实生活中 学习培养内在的平静和和谐 健康的精神会换来健康的身体 帮我们应对外界的压力和挑战 从而减少焦虑和困扰 再不让跌宕起伏的情绪影响身体 透过修身养性 培养正面情绪 保持一个快乐平静的心态 活出健康自然美